溫和的革命 需要更多人的參與 接著我們就為您介紹這位年輕的女孩 鄧家儀 她跟夥伴經營兩家社企餐廳 提供聽障人士就業機會 同時她也是中國孩童創意行動協會的主席 鼓勵孩子用想像力和創意 改變這個世界 帶您一起來認識這位年輕社企家 來到餐廳 坐下點餐 不過在香港這家義大利餐廳點餐 只要用筆的 不是因為業者懶惰 而是因為這裡的員工 一半以上都是聽障人士 開辦這家社企餐廳的人是她 Kerry 鄧家儀 今年才26歲 許多年輕人夢想創業 而她夢想開的餐廳 是幫助聽不見的人 也能安心工作 因為我們覺得夢想 就是每一個人也是可以的 他們是很好的代言人 就是你看起來他好像沒有 沒有什麼長處 需要別人幫助 可是每一個人在他們現象 我們也發現他們很多很有強項 很專傳的地方 我們也讓他們參與去帶program 就是他們會覺得 我不只是做服務員 我也參與我們在這裡 跟客人互動的過程 所以他們自信心就回來了 他們能夠貢獻一些事情 餐廳聚餐少不了聊天的聲音 不過在這裡主打無聲飯局 除了要讓來用餐的客人 學會用同理性關懷 也鼓勵聽不到的員工 能勇敢走出障礙 餐廳負責人 Kerry大學會計系畢業後 跟大部分的年輕人一樣投入職場 不過四個月後 他毅然決然死去會計工作 卻是跟朋友創辦雜誌 報導年輕人 創業追夢的故事 然後再跟夥伴合開兩家社系餐廳 關懷兒童的他 2013年引進印度發起的 非營利兒童創意行動 Design for Change 簡稱DFC 鼓勵八到十八歲的孩子 發揮創意 用想像力改變社會問題 想像就是去看一下你自己身邊有的資源 你自己能夠做什麼 你的興趣 你的熱情 這些全都是你創意的來源 比如說我剛剛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裡我沒有錢 可是我有白色的椅子 我能夠買一些很便宜的顏料 那這都是創意的來源 餐廳上牆壁的彩繪 還有椅子上的塗鴉 都是Kerry帶著小朋友們創作的痕跡 連接青青就選擇當個社會企業家 比起同才大多選在商界發展 她堅持自己的想法 就是想要改變這個社會 我有再多的好點子 我做再多的慈善 可是這個月如果生意不夠 我還是要交租 因為現在很多人想做社企 都會說我沒有錢 如果有錢我一定會做 可是很多時候就是 人家為什麼要給你信心呢 就是你要先做出一點成績出來 Kerry現在在香港和中國各地 推廣DFC工作坊 她認為創意來自於孩子 有時透過他們的眼睛 反而能看到社會角落 沒有被關注到的問題 鄧家已在孩子心中 剝下了社氣種子 直接從教育著手改變 雖然她一個人的力量有限 但她相信只要堅持 社會企業的理想 從小培養就能改變世界